来到牙医诊监 医师指导病患用消毒液 消毒口腔病毒 牙医最常用的消毒液成分 就是绿锡丁 这种牙医使用的消毒液 被南加大流行病学博士 拿来做预防新冠病毒的临床实验 病患看诊前 都会请病患先输出口水 输30秒降低口内的细菌 让病患在看诊中 降低看诊中产生的感染 南加大的研究找来了 200名新冠确诊者 每天使用两次绿锡丁 口腔冲洗和后鼻咽喷雾 四天之后 比起完全没有用药的病患 减少了60%的病毒 口腔冲洗加上喉咙喷雾 效果增加到86%以上 结论认为绿锡丁 能够有效预防新冠病毒 但国内感染科医师并不认同 肺膜传染的话 主要还是 我们的鼻子吸到肺膜 然后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而不是从嘴巴吸入肺膜 嘴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传染部位 感染科医师表示 想要预防感染新冠病毒 光靠在口腔喷 黏膜表面消毒 根本没有用 专家指出 想要消灭病毒的源头 必须使用全身性抗病毒药物 呼吁民众不要误性偏方 记者程轩白 王一仲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